到了今时今日,他还要跟西蒙唱反调。 被民主行动党出名的原任甲洞去国会议员陈胜尧,在与希望联盟唱反调,称大马不会破产。 他并透露,自己因为在一马公司,EMDB,丑闻捍卫看守首相拿都斯利纳基无罪,而被同党党员臭马走狗。 陈胜尧接受Berryter Bailey专访时指出,去年参加国际货币基金,IMF,组织论坛时,获知大马的经济表现良好,并强调自己只是陈述事实,并非为了攻击行动党才这么说。 我国不会像,西蒙总裁,敦马哈迪所说的那样会破产。 我告诉你的是事实,因为这事实是我发现的。IMF正大马不会破产。 我去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论坛上,取得并阅读了大马的报告。 大马排在新加坡之后,在东南亚国家中排行挺高的。 也是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,TAC,副主席的陈胜尧表示,他上个月出席在印尼亚加达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时,甚至还亲自向该组织求证,一马公司丑闻是否会让大马破产。 他们回答没这回事。这是一个国际组织。他们没欠我们什么?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欺骗我们吗?他反问。被指收了那几的钱。 曾经八度中选甲洞国会议员的陈胜尧,因一马公司丑闻而与行动党,西蒙不同调,坚称那几没有涉及在内,引起同党党员不满,被臭骂为走狗。 如今他们叫我走狗。 我到底做错什么?说了实话。他们说我收了那几的钱,我现在肯定是一名亿万富翁。 你要我说什么?那几有罪。拜托,你无凭无据如何定一个人有罪。 无罪推定原则,怎么了? 纳吉昨天为陈胜尧叫区,称他在大选惨遭行动党除名,原因正是陈胜尧在一马公司丑闻捍卫他无罪。 暗示敦马无赖安华。我也觉得安华无罪。 我认为他被不公平对待,肯本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他犯下了那些罪行。 如今那个导致安华坐牢的人正在跟反对党一起。 陈胜尧指的是1998年,时任首相马哈迪以及奸及窥职罪名,隔除时任副首相拿督斯里安华的所有职务,更令安华入狱。 为何我们说安华无罪但却说那极有罪?证据在呢?这是我要问的。 陈胜尧最后还强调,并没有因为被党除名无援上阵而对任何人感到愤愤不平,尽管他为假动国会选区服务了40年之久。 我不会参选。被除名后我感觉如何?我毫无感觉。马上转发。